死的小孩 對每一個家長來說 他的世界 就只有一個小孩就不是多,是多到炸,多到爆 對政府來說他只是個數字 炸鋼的錫竿,整個爆炸,炸到爛 有沒有影響人民的生活 有沒有讓台灣人感受到諸多的不便 人家我們不能講嗎 不能抱怨嗎 所以有時候人民講話 抱怨一下 有必要這麼嚴重職業就嗆說要研辦 郭彥均呢 這一季 是我們惡名昭彰的代言人 我就說他今天已經道歉 那 什麼叫很多 多是哪裡算多 死的小孩 對每一個家長來說 他的世界 就只有一個小孩就不是多,是多到炸,多到爆 好多到 對政府來說他只是個數字 所以我昨天我就說反正他道歉了 這件事情就可以平行 看到 看到陳時中 看到蘇晨昌 新政院發言人出來表示 他不是在指特定一個網紅 他是在指外面的這些 這些人 但是的確在新聞當中人家是問 都是問他嘛 那你身為一個 政府的官員 是不是 不應該去恐嚇人民 我今天我阿館沒有要出來選舉 我今天同樣是站在一個 我也是一個網紅 我也是一個 公眾人物 我也很喜歡批評政府 那個角度來切入 所以你未來要辦阿館 你最近就做得真的很爛 欸 欸 院長 大家這一陣子都很不好受了 院長 生意很難做咧 院長 你讓我們抱怨一下是怎麼樣 炸著鋼的錫竿 整個爆炸 炸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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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影響人民的生活 有沒有讓 台灣人感受到諸多的不變 難道我們不能講嗎 不能抱怨嗎 所以有時候人民講話 抱怨一下 有必要這麼嚴重職業就嗆說要研辦 不然不能放假消息 你怎麼 你怎麼分假消息跟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我們不是共產黨 什麼叫做 言論自由 什麼叫做謠言 所以說 我們要被批評 我們要被批評嗎 做一個官也是一樣做一個 網紅也是一樣 你可以出來講 好好的講話 好好講話 好好講話 你可以出來講 什麼叫做謠言 生事 感谢观看